嗨,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实,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有摄影师跟着我一起来了,我又出镜了 之前有人一直呼吁说还我那个男人,你的男人今天来了哟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了大阪一个比较古典传统的室内的富人住宅区 也就是地种山和北田区域 这个北田区域那个字就是在日语里读成batake 但是汉语里它应该读成田 另外还有两个读音,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百度上搜索一下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阪室内目前唯一没有什么高层建筑物的区域 基本上可以看到都是以这种一户建为主 所以居住环境是非常的良好 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日本古代一个大将军的墓 他把它选择在这里 所以如果从风水上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的风水肯定也是不错的 同样周边的学区也是非常的好 这个区域的小学还有中学都是目前来说全学年学历都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篇户建一共是9户,而且都是新开发的 其中有一户也是客户为从我们帮他出售的 那今天我们来这的目的就是来看一看那一套 那一套据这个房东说,他花了大价钱在里面 那我们一会就看看他具体把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吧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它的per比较多 所以好多房子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这种高台式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也是建在了一个高台式上 好,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了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下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车位了 这个房子虽然土地很大,但是其实车位它没有用太多的面积 只设计了这么一个车位 然后这里设计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小花园 这个我觉得在大阪市内极其少见 您像大阪市外之前我们看过北面的什么风中吹天启面 如果说您开辟一块自己的小花园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室内就非常的奢侈 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区域它是大阪比较传统的富人区域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它处于盛天山峰制区域 所以就是对您在这建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 您只能建这种比较矮,甚至说面积不能太大的房 而且要保证一定能绿化面积 所以基本您看每一家每一户这个门前都有一些绿植 来保证整个这个住居环境 好,那外面我们也说的差不多了 咱们就抓紧时间进屋子里去看一看吧 进屋的话是要先经过一个小楼梯的 然后前面这块区域都是我们自己的 而且已经拿这个铁网给它拦起来了 这很大一个平台我们都可以利用 所以有什么用途你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另外这个房子它完全就是一个小堡垒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有一项特别好的功能 也是房东特意加的 它是一个全太阳能发电的这么一个房子 因此它所有的电力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家里所有的能源完全用太阳光就可以供应了 而且如果我们发的这个电自己没用完 还可以卖给关系电力公司 这样的话还能为我们节省一些电费 刚才我说了这个房子房东说花了大价钱 首先来到门口就发现了 这个宅壁箱比我们之前看的宅壁箱大 不止一号 然后另外这个门和我们以往看的来说好像更宽一些 这个门它其实叫做亲子门 一般的门我们只能开这边 但是它这个门除了这边之外 它这边也是可以开开的 所以这叫亲子门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儿子 现在呢我就进到了玄关里面啊 这个玄关进来啊 这个形状还是比较方正的 而且呢大小也比较适中 虽然看着这个面积不大呀 但其实内有玄机 来我们让摄影师走进来 我们看一下 我的左手边啊 这块留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像这个我们不太好 往屋子里搬的东西啊 其实都可以放在这里 比方说这个婴儿车 甚至是我们比方说 买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行李啊 行李箱啊 或者是这个我家经常买的那种桶装的水嘛 也都可以先摆在这当一个小仓固式 那这边这个鞋柜呢 也是这个房东亲自定制的啊 它完全是从地下一直顶到棚顶的 收藏容量肯定是非常的大 而且它一直延伸到了这边哟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空间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家里如果有六口人 我觉得这个鞋也完全没有问题 打开之后啊 这边有一个拉门 拉开这个拉门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一楼的部分 一楼的部分啊 主要是客厅 餐厅以及厨房的部分 那这边呢 设置了一个大大的落地窗 这个落地窗啊 这个落地窗啊 也是非常的宽的 打开之后呢 就是能来到刚才我们 从门口回绕的这边呢 我们自己的私家的小空地 然后这边的朝向呢 它是东向 在上午的时候啊 这个阳光会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太阳斜着斜着照进来呢 我觉得应该完全会照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厨房的部分 厨房的部分啊 首先吸引我的就是一个水龙头了 据这个房东说啊 它这个水龙头是赶樱的 您看它完全没有这个开关 打开之后呢 如果我们来刷碗的话 把碗放到这儿 它自己就出水了 然后这个操作台的这个颜色啊 我觉得也是比较高级的 像这个吸碗机啊 然后这种三口的煤气灶啊 以这种抽油烟机啊 它这个一个整体 看起来呢 就是感觉是比较贵的 然后这个空间啊 的确也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全打开之后呢 我们日常的这个锅碗瓢盆啊 完全可以放在里面 那厨房后面这个锅碗呢 其实也是定制的 我们可以看看啊 打开之后呢 它的空间也是蛮多的 这边呢 还设置了这个三个抽屉 上面还有平台 像我们的这个什么空气炸锅啊 微波炉啊 以及这个 比方说我们还有烤箱啊 都可以放在这儿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设备啊 它上面有一些按钮 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像如果我们平时啊 可能会把这个电饭锅放在这里 那蒸饭的时候呢 会有蒸汽 那打开这个之后呢 就会把蒸汽从这里排出来 以防对这个柜子造成一些 这个长久的损害 同时呢 这个客厅啊 还是安装了两块地暖的 像这个区域 以及我现在所属的这个客厅 放沙发的区域 都是有地暖的 所以到了冬天啊 即使不开空调 这个屋子也不会特别的冷 那我们就去二楼看看啊 在去二楼之前呢 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是一楼的卫生间了 现在呢 我就来到二楼的区域啊 这个房子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一楼啊 就是完全的洞区 二楼跟三楼呢 是完全的禁区 也就是所有的卧室 那它把这个浴室部分啊 就安装了二楼 所以呢 我们平时在二楼洗漱完之后 就可以去三楼或者是二楼的卧室 进行休息了 再来呢 我们再来这个二楼啊 一间比较大的卧室 看一看啊 这间卧室的面积呢 差不多有8.6体 然后它应该算是二楼的 其中一个主卧了吧 这边还是非常宽敞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窗 买在这里 那在这个对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朝向啊 和我们一楼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东向 所以上午整个屋子采光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房间啊 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的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 这个一看就是房东他自己设计的 在这里面设计了两个这个插头 而且呢 上面还设置了两个装灯的这个灯座 所以呢 到了晚上 除了我们主照明之外 如果睡觉的时候怕黑 可以打开这个间接照明 把这块按上两个这个小的氛围灯 整个卧室的这个感觉 就一下上来了哟 这间卧室的对面呢 就是我们二楼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也是特殊定制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同呢 对了 它没有这个蓄水的地方啊 它没有蓄水槽 所以呢 这种马桶啊 在日本还是比较高级的一种马桶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二楼的另外一间卧室啊 这间卧室的面积比较小啊 就只有五天 然后这间的用途 我进来之后一下就明白了 我们看这儿啊 这有这么多茶头 所以这不出意外 我觉得就是一个工作室 像我们的电脑啊 如果或者是游戏机啊 或者是电视啊 显示器什么的都会插在那里 然后后面呢 是有一个走入室衣橱的 这个走入室的衣橱啊 居然比刚才我们那个主卧还要大一些 现在我的眼睛应该已经变回来了吧 OK好 那二楼看完呢 我们就去三楼看看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三楼啊 三楼是三间卧室 而且呢 在这个墙壁里面啊 都设置了这个壁橱 所以呢 这个收纳空间还是很大很大的 接下来我们先来三楼的第一间卧室看一看 这间卧室啊面积也不大 差不多也只有这个五天左右吧 但是这个做一个儿童房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个墙只仔细看啊 上面都是小猩猩 非常的可爱哟 这间的旁边呢 就是另外一间卧室 这间卧室的面积呢 稍微能大那么一点点吧 然后墙只也是非常可爱 上面是红色的小猩猩 现在是白天啊 等我问问房东 他这个小猩猩是不是夜光了 没准啊 在晚上我们就能看见满墙的星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看看最后一间卧室 走到这我发现啊 这个三层也配备了一个洗手间 但这个洗手间用的马桶 就是带蓄水池的了 最后一间这个屋子啊 妥妥的公屋房 看这个墙只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粉嫩的 然后彩光呢 这边也是有一个东向大的彩光窗 而且外面是有一个小阳台 连接着旁边的卧室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三楼的主卧了 因为面积看着 就要比那两间要大不少 这屋也配备了一个U型的这个衣帽件啊 这个U型呢 我们看一下 可以刮很多衣服 上面还可以摆很多我们的包包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今天的房子啊就看到这里了 然后刚才啊 在我关这个测量联的时候啊 我发现了二楼那个工作室那个墙只啊 的确是夜光的 但是没办法 手机呢拍不出来 只能您亲自来体验一下了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带你来先帝看一看 那这个房子售价 大家一定是比较关心的喽 不过呢本期我要卖一个关子 你如果想知道售价的话 就只能私信我们 或者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我是又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